中共军队在最近进行了新一轮的将领调整 习近平十八大后成为军委主席 七大军区的高层调整至此才算完成 报道说 这次调整显示 四十年代出生的中共军队的将领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七名司令员都是五零后 那么这一次七大军区司令的调整 会对习近平的枪杆子领导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中共军队近期进行新一轮的将领调整 成都与西藏军区更换司令员 其中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作成中将升任司令员 驻重庆的第十三集团军军长徐勇 成为西藏军区司令员 原西藏军区司令员杨金山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其上任当然要军队进行大换血 从军委到七大军区都要换上人 因为要打乱原有的军队的人迈关系 这样才有利于他顺法的掌控军队 因为中国现在国内的矛盾加剧 再次发生六次那样事件的几率越来越大 有人认为这次从中共军队司令员的调度可以看出 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拔军队干部的标准 不特别顾虑派系 注重的是实战经验 首先李作成这个人是广州军区的 成都军区卷入渤王岸 所以首先李作成从广州军区调来 来控制成都军区 再者习近平这次重新启用他 当然才要对习近平感恩戴德 要表示公心 十四集团军不听话 是拨一拨老部队 那好我就把十三集团军对军长提拔起来 我想张海洋那些亲信肯定是不得事了 去年重庆王立军事件爆发后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在中共两会一结束后即刻被免去职务 而后爆出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薄熙来 预谋对习近平发动兵变 成都军区负责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防务 下辖十三十四两个集团军 其中驻守云南的十四军 前身为薄熙来之父薄一波创建的山西新军 在王立军闯入美领馆事件之后一天 薄熙来高调访问十四集团军 之前还有报道 重庆市长黄岐帆在薄熙来被拿下后 揭发出薄熙来不止一次对他谈过掌握军队的问题 他表示薄熙来声称 现在掌握在他手里的军队至少有两个集团军 据大陆媒体报道 成都军区当时的几个高级将领与薄熙来关系密切 其中包括前成都军区政委张海洋 他们可能已涉入周博的政变计划中 而这次中共七大军区高层调整后 据了解七名司令员都是武林后 除了刚调任的成都军区李作成和西藏军区的徐永之外 还包括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 济南军区赵宗奇 沈阳军区王教成 北京军区张世波 兰州军区刘岳军和南京军区的蔡英廷 中共历代领导人都对军队进行一种封闭式的管理 洗脑式的教育 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但是社会上的这些思潮 多元化的思想 对军队的冲击到什么时候 什么程度都是个无论之数 就像当初初联等中欧诸国这些政权的倒台 都是军队在关键时刻的倒额 习近平除了更换司令员之外 还对多个省军区将领进行更换 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部长高龙福 调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 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何伟东 调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 福建省军区参谋长熊安东 升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